有一个老师,天王新大楼,花莲,这我很能理解 你看他的父亲昨天回去花莲现场帮他办后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,因为现在还在搜寻,还在救援的时候 每一件事情我们就用那种体谅谅解的心去看就好了 我也是养猫的人,我有四只猫 你说我会不会回去想要找猫?我会 我觉得所有有养猫的人都懂,因为他不是猫,他是你的家人 他不是狗,他是你的家人 所以他回去找他的家人,他现在不幸就离开了 除了安慰遗憾之外,我觉得不要有太多在那边嘲讽什么 我有看到有人在笑他的,你笑他干嘛呢? 他做了他的决定,好不好?OK 然后还有像工地掉屁啦 还蛮好 还蛮好